我是赵云磊 我是2022年伦敦奥运会的女双和混双金牌得主 今年35岁 我是湖北宜昌仁 现在是湖北省雨协的主席 现在在成都体院就读博士研究生 我早在2011年的时候 就在成都的举办的亚洲锦标赛上 拿到了亚洲的冠军 那个是我第一次拿到亚洲冠军 也是在成都 所以成都是我的福地 我有一个记忆很深的 就是因为我在这读书 有的时候想去保持一下自己的体能 我有的时候会晨跑 我就会发现成都街道上去锻炼身体 很早大概五六点钟就有很多人 这些热 就是对于运动的高涨的热情 是我没有想到的 而且从专业角度来说 成都的羽毛球的业余水平是非常高的 我有去看过成都高校的一些比赛 然后包括业余的一些比赛都有去现场看过 确实在全国来说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成都本土的一些运动员 在我们国家队也是有 经常有拿世界冠军的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那我觉得它整体的低贱和氛围都是非常好的 特别让我进行游戏就是成都的小吃 很多淡淡面啊 然后什么高香豆腐兔头 我都可以 因为我也吃辣 我在北京体育大学就读的是运动训练 然后我现在博士研究生在成都体院读的是体育教育 我从事了二十六七年的职业运动员的生涯 那退役了之后有机会选择转移一个身份 去从事一个学业的身上 对于我来说我也是倍感珍惜吧 然后到成都体院这三年来说 对于我很多的老师和教授给予我的很多的帮助 那当然像我这样技术比较薄弱的学生 他们更是倾注了更加多的心血和时间 这是沙球 这是风网 然后整体的这个组合我们就称它为公共配合 2016年退役之后 我们羽毛球队有一个中国教练 他是四川人 他就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 说成都体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当时就是到成都体院这边来学习和面试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高水平羽毛球女双进攻方式的一个研究 就进攻当中一个公共配合比较细节的一个研究 当然做完这个论文 我也进一步想研究关于羽毛球方向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因为我一直想说在为羽毛球事业做一些更大的贡献 那已经退役了 我不可能在赛场上再去拼搏 我更希望以自己的实践的经历 然后一些赛场上的经验 然后再结合后面学到的一些理论和知识 然后去让一个是推广羽毛球这个项目 在学世界上的一个高度 更多的是想为中国的体育代表团做更多的事情 我现在跟成都体育院的羽毛球团队想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虽然我这一次毕业了 但是我还是想延续这样的一个科研的研究 那另外我现在是湖北的羽毛球主席 我也很想在这方面 就是在我的专业领域 跟成都这边的羽毛球爱好者更多的互动 能来在成都 能创造一个比较火热的赛事 让我们再次享受王国生 这两年就是一直在关注大运会 因为在成都 而且成都体育院也承办了大运会艺术体操的比赛的任务 我比较相熟的还是羽毛球的运动员 他们为了参加大运会 首先要通过层层的选拔 他们也有做非常精密的备战 包括训练 集训 就是也去争取这样能参加大运会的资格 一个大运会 它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来说 他又能完成学业又能在专业的领域得到一个世界大学生的最高的这样一个荣誉 那我觉得对他的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 包括对于他对人生价值观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